继续来关心农业 在农粮署的辅导下 县农会特别成立了农民直销站 减少中间盘上的剥削 提升农民的收益 也让消费者可以直接买到最新鲜的农特产 而从今天开始到16号为止 县农会的生鲜超市也有许多优惠 欢迎民众来想好康 县农会在今天成立最新的生鲜超市 现场不但有料理教学 还有许多小吃品尝 像是新鲜的鱼丸 还有来自台南的牛肉汤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直销站的成立 募集在地有机农产 直接送到超市提供民众采购 不但维持品质 也让农民的行销通路更有经济效益 农产资讯透明化 消费者食用更安心 以前跟现在比差很多 因为以前要自己找通路 自己要种 还要想说怎么卖的问题 那现在县农会这边提供这样很好的一个销售平台 等于是我们随时有货就可以随时来这边来做销售 是希望让我们宜然县的有机农民 以及我们青年农民 以及小农能够把他们所生产最优质的农产品 能够直接到我们县农会提供的一个平台 直接就生产直接销售给农民 农民直接销售给消费者 其实这个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让消费者能够吃到健康安全的一个农产品 中间也减少中间者的一个剥削 台湾的农产品 我们的消费者付10块 农民实质得到的大概只有3块 其中有7块是管消费用 透过农民直销站 农民可以直接把农产品购买消费者 这样农民实质得到的 购买的利润 消费者也可以用更加合理的价格来买到农产品 县农会生鲜超市 在开幕期间消费友好康 需要蔬菜水果生活用品的民众 可以来这里参考看看 宜蘭新闻记者张立林采访报导